海六郎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大樓G老師 日清松說 好いいですね 一回終わりました 太棒了 好 今天有請到三位不同國家的特別來賓來到現場 首先聽到韓國來的同學 韓國空 名字是 好 如果大家有念書的話應該會發現到 再來是台灣 台灣代表 Ryu 再來 日本代表 Keko 不是Keko 就是3句 今天要講的是 20課的部分 這個沒有放好 這個同學 不行 20課的部分 20課的部分 要講的是普通題 所謂的普通題就是 我們以前學的那種 那種不一樣 那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我們今天會用簡單的短句 然後來讓同學去練習 看看熟悉一下那個感覺 主要這邊有寫了一些台詞 那等一下會請同學們念 那我們先請韓國的伊桑跟台灣的Ryu桑 等一下再講伊桑跟Ryu桑就好了 好不好 請你們先念念看 然後呢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再猜猜看 他們兩個的關係 是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日本人其實很講究 親疏關係 就是彼此之間的關係 他會選擇他的關係 再去選說用哪一種文體來講 那旁邊的人也是聽他講的尾巴的這些字 他會選擇他們的關係 他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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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どうぞ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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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好嘛 對不對 好 好 結果先輩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結果先輩 聲音真的很好聽 還好他沒有出現 OK 出現的話不得了 從でもない 好 好 那第一個 機長 你記錄語 你お時間ありますか 他是問對方 禮拜天怎麼樣 有時間嗎 他會問對方 問機長 你禮拜天我時間啦 那機長他回答 有時間 對不對 然後他說 哪裡有時間 有什麼要請 是呢 結果我們的 議長又問他 一緒に昼午飯を食べませんが 你要不要一起吃午餐呢 想要跟大家 無聊聊聊天吧 然後他說すみません 昼午飯はあまり食べませんので 因為我禮拜天的時候 其實午飯 其實不太常吃啦 他可能都睡到中午 這個可能同學也很愛睡覺 應該是這樣子台灣的 台灣的同學大家都這樣 そうですか 那麼昼午飯どうですか 電影的人覺得怎麼樣 因為睡覺起來的時候 可能就下午了 下午了去看個電影 看起來這個同學也很想要邀約他 一直問他 結果這個同學就說 昼午飯いいですよ 這是簡短的這個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要注意的話是什麼 巨尾的部分 也就是說第一個 他用什麼ます 然後呢 這邊也是一樣 はいますよ 還有這個はい 對不對 然後這邊呢 何か用事がありますか 一樣是ますか 所以 這部分的ませんが一樣 すみません 日曜日已經 你食べませんので 這種比較可惜的說法 在日文裡面 他不算是普通體 他算是精靈體的一種 那由這邊來看呢 我們可能可以分辨 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第一個 他們應該有可能是 家人嗎 家人會這樣子說嗎 我們請日本的 家人嗎 家人會用這種ますません嗎 使いません 使いませんね 不使用對不對 那上司跟部下 有何可能會使用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很客氣的上司 跟部下有可能會使用 那友達的話 可不可以使用 友達の時は仲良い友達だから 使いません 好朋友的話 就不使用 那比較沒有那麼熟的朋友 就會 就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 看你們的關係 如果你們的關係 是很好 比如說我跟ケコさん 反正這麼好 我們可能 就不會使用 還是你希望我使用 可以 如果他不希望我使用 我用的話 感覺會有一點 就是感覺我 給你一點距離 對不對 所以跟日本人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讓台灣的同學們知道 一開始我們 還不是那麼熟的時候 先用這種 MASSEMASSEM 這種 那比較熟了之後 可以 要先問 問日本朋友說 我可以用普通題嗎 要先問嗎 還是不用 直接 不用 那直接用 可是有時候 我們沒有認識那麼久 可是我們會覺得 好像跟你們很好 那我們就會 台灣的人 比較 比較 有些人很客氣 所以 他有時候會覺得我跟你們很好 然後可能就會用 這樣子的話 你們會不會生氣 應該也還好 還好 但是你們會跟他講說 你們會跟他講說 你們不要用 應該也不會 對不對 但是會放在心裡面 嚇到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 要看那個感覺 對不對 如果沒有很熟的話 還是先用這種 好 再來 成敗 成敗 成敗的話 可能日本的話 因為台灣也一樣 其實在每個工作場 都有成敗 跟口海的關係 對不對 在學校也有 在台下也有 對不對 不管在什麼地方 公司也會有 所以呢 如果在學校的時候 跟成敗的話 要用MASU這種嗎 還是要普通題 嗯 普通題應該 先用MASU MASEN 還是看情況 先用MASU MASEN 先用MASU MASEN比較好 比較OK 要OK 好 那口海的話就沒有關係 對不對 沒關係 你也可以用這個MASU 也可以用 不是MASU這種 用普通題也可以 嗯 好 謝謝 謝謝堅果成班 教大家這個簡單的用法 那我們再把它捏一次 等一下老師就把它改成普通題 我們來試試看 好不好 好 一生理 一生理 一生 一生 好嗎 大家練習一下 はい どうぞ ジンさんは日曜日にお時間がありますか はい ありますよ 何か用事がありますか 一緒に昼ご飯を食べませんか すいません 日曜日に昼ご飯をあまり食べませんので そうですか では映画はどうですか 映画はいいですよ うん 很好很好 所以感覺又回到現場 就是說 要一位同學們去做什麼事 然後剛好 欸 好啊好啊 可是你有什麼事情呢 一起吃午飯 不好意思 禮拜天 午飯通常都沒在吃的 所以呢 那電影怎麼樣 欸電影不錯喔 好 那這個是 TNA胎 叮嚀體的部分 那等一下老師把它砍個普通體 我們再一起來練習看看 然後順便看一下 有什麼些微的不同的變化 好不好 這樣 大家就等下見 那剛剛已經講解完基本 TNA胎 叮嚀體的寫法 那我們現在講 如果是好朋友的時候 我們講普通體的時候 要怎麼練習 那剛剛老師做了一個修整 喔 可能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亂 不過我們先把這邊練熟之後 等一下會再整理一遍 讓同學們練習看看 好 那一樣我們 化掉的地方 括號的地方是可以有 可以不要有 那這邊化掉就是 直接就是化掉 那我們先請同學們 念念看好了 好 好的 所以 arts 好 一個字幕 阿倫 這一個字幕 有 有 你在 七 九 二 七 七 八 八 八 有 他意的詞 非常好 還手一下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邊的部分 那挖這個主詞 提示主詞這種主詞 在口語裡面 常常會被省略 那怎樣講一下 所以我們這邊設定的是 你可以省略 所以這邊就可以不用加 那就把它拿掉 那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限定的你也可以拿掉 那我一剛是尊敬的用語 其實他基本上不會有 所以就變成 那比較滿的一點是 後面這個咖的部分 如果在口語裡面來講他沒有用咖 來表示 他會把魚尾上揚一些些 所以會從你把他變成阿流 這樣拉起來 所以魚尾會不太一樣 那再來就是害的部分 那我們請B同學再唸一句 來 阿流有 那你把油漬阿流 對他說 有阿有阿 我有時間阿 那你把油漬阿流 一樣跟他一樣拉起來 那再來他就會要問他 一緒你 原本是一緒你 一緒你 要不要一起吃午餐呢 那MASSEMGA的時候 我們在第17個的時候 學過耐醒 所以那個時候呢 告訴你必須要變成疑問 食べ泡泡是肯定的嘛 那他疑問的時候 會句吻的時候 要拉起來 所以來 畢像唸一次 又一緒你 吃昔誕飯 那l repairing的話呢 也是可以省略 也是可以省略的 好 再來這邊的話 老實話會換成了 通常可以講 � 哈囉不好意思 好 然後 にед ví 我有那個 午餐都不吃 好 一餐 liter散 molar 道吉妹 昔誠 は 阿美 我不敢吃 無法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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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著是比較客觀的說法 比較簡單口語或主觀的話 就用 カ來說就可以了 再來 そうですか? 然後呢 どうぞ そっか じゃあ 映画はどう? 所以呢 是這樣子喔 因為 そうですか? 手是開都會消失 剩下 そう的話呢 そうか 好 那我們電影者覺得怎麼樣呢 那這邊來 エガワイヨ エガワイヨ 可以啊 可以啊 OK 好 那就是前半部的簡單的 普通題的練習 那後半部呢 等一下 這個故事還沒有完結 還有後面喔 那等一下再見 好 掰掰 可以了 那為了簡單好看的話 老師要是把它稍微念一下 同學我們再念念開始 然後念一下這個普通題的念法 好不好 那一樣請我們Eさん跟Ryuさん 來扮演這個A跟B的角色 は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もう一回どうぞ ジンさん 日曜日 時間ある? うん あるよ 何が有事ある? 一緒に昼ご飯食べない? ごめん 日曜日 昼ご飯あまり食べないから そっか じゃあ 映画はどう? 映画はいいよ 好 所以前面兩個邀約的部分 我們講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下一段 我們看後面的發展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他們A跟B 這兩位角色 他們還會在講什麼呢 我們來繼續看看 那一樣請Eさん跟Ryuさん 來為大家演示一下 はい どうぞ 最近何かいい映画がありますか? ジャシュクラウドはどうですか? もう見ましたか? いえ まだです いいですね 面白そうですね では日曜日に確かな映画館で会いましょう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また日曜日に会いましょう いいですね OK 很棒很棒 我們請到那個 電影公司的配映員 要現場 感覺啦 那個老師聲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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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的話也很有磁性 大概應該是 差不多35歲左右才有的聲音 OK 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看一下 第一個 最近何かいい映画がありますか? Aさん就問他 剛剛計程上面那段 他問他說要不要看電影 電影不錯啊 然後他就問他說 那最近有什麼好看的電影呢? 然後他就跟他說 Jurashiku World Jurashiku World 這個就是那個 侏羅紀公園 對不對 先生你有看過嗎? Jurashiku World 有有 好看嗎? 超好看的 超好看的 在台灣看的對不對 台灣的電影院怎麼樣 很大嗎?還有東西 對 我說會不會很髒 不會 有ネツミ嗎 嘶嘶嘶嘶嘶 見たことない 有 ネ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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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開玩笑 問他有沒有老鼠跟貓 沒有問題 台灣還是乾淨的好不好 我們要鼓勵大家來台灣玩 好 再來 他說那你看過 你覺得怎麼樣 已經看了嗎? 他說 還沒有看 哇 像死了 有機會 然後他說 看起來好像很有趣 這個電影 然後他說 では日曜日にタジマナ映画館で会いましょう 那麼 我們禮拜天呢 就在タジマナ映画館見面吧 然後 這個ましょう的話 第五課就講過 以前都說過 然後 那個人就說 はい 我知道了 日曜日に会いましょう 那 我知道了 我們禮拜天再見 好不好 那簡單 請同學們 你也是 那這個還是一樣 剛剛一開始的問題 就是那種マスです 有沒有 所以兩個人 可能就是上司跟部下 或是朋友比較 沒有那麼熟的朋友 可能是出去過幾次而已 好 じゃあ いきましょう Ryuさんと Ryuさん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どうぞ 最近 何がいい英語がありますか? 知らしくは 音はどうですか? もう見ましたか? いいえ まだです いいですね 面白そうですね では 日曜日に タジマナ映画館で会いましょう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また日曜日に あいましょう いいですね 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很棒 好 那這是一般的朋友之間 簡單的對話 接下來我們要用比較親密關係 比較好朋友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講呢 我們下一段見囉 はい じゃあ 沒有改對不對 我們後來想說 直接 讓同學在 這邊練習就好 好 先看一下原本的句子 最近 何がいいえががありますか? 最近 何がいいえががありますか? 最近 何がいいえががありますか? 何がいいえががありますか? 最近 何がいいえががあり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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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何がいいえががありますか? 何がいいえががありますか? 何がいいえがありますか? 這是ジュラシック・ワールド 這是諸羅紀公園的 どうですか? ですが的話通常就是直接拿掉 どう? いや、なしだい 再來 もう見ましたか? もう見ましたか? 你已經看了嗎? 他會改善什麼? もう もう見た? なしだい いや 再來這邊 家、まだです 家的話、日文的話 他變成 うん まだ 這邊就不用 意ですね 意ですね 這邊です 會被拿掉 變成意ね 面白そうですね 面白そうですね 可以改善 面白 不好意思 美國總統打電話來 面白そうですね 面白そうね 或是面白そうだね 這樣也可以 那來 では的話呢 就改善什麼 じゃ 對不對 改善じゃ 日文にたちまえがさんであいましょう 日文にに 你的話呢 可以留著也可以拿掉 那我們就先留著好了 先定他 日文にたちまえがさんであいましょう 就改善あお 但是あお呢 同學們其實並沒有學過 這是意象形 在第31課的時候 日本31課的時候 才會教的東西 先跑一下 這是ましょ的口語 所以 はい的話呢 跟他一樣 他還是用 很強 わかりました りゅさん わかりました 變成什麼 分かった OK 分かった 好 再來 また 二十指にあいましょう また 二十指にあお 這個字一樣 不用改 好 簡單改完了一下 同學們 我們來練習 練練看 先請E賞 念A的部分 太肉 最近何かいい絵がある うん ジャシクワードはどう まだ でも見た うん まだ いいね 面白そうだね はい じゃあ 日曜日 立場の笑顔であおう うん 分かった また日曜日にあおう 有 不錯不錯 立場の笑顔であおう うん うん まだ いいね 面白そうだね じゃあ 日曜日に 立場の笑顔であおう うん 分かった また日曜日にあおう いいですね いいですね 好 那今天的 時間關係 我們講到這邊 雖然這一集 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好笑 不過 大家學到的東西比較重要 OK 下次老師在跟你們玩 好吧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